TVB全天快訊 帶你掌握國內外的大小事 而根據了中央社的報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在10月22到24號 出席在俄羅斯的 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 而我們就來看到了 這次峰會的成員 其實包含了俄國 巴西 印度 中國 還有南非等多個國家 峰會即將圍繞加強多邊主義 還有促進全球公平發展 還有安全的相關議題 而中國的諸俄大使 最近也確認了 習近平的出席計畫 俄羅斯總統普欣也表示 會歡迎他 峰會也預計舉辦 200多場的政治以及經濟 相關的社會活動 而台灣的交通部 最近也有新的 干擾措施的設置了 根據自由時的報的報導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即將在下個月 在宜蘭縣的海域 還有沿海地區 進行兩次 可能造成大規模的 電磁干擾的 干擾設施測試 而這個測試的日期 就在9月2號還有6號 以及9月9號到13號之間 其實這是為了測試 中山科學研究院 為了軍方開發的 新型機動電子站的系統 但是這個系統 其實強大到 足以干擾到民用的設備 而中山科學研究院 目前正在計畫下一代的干擾系統 還要應對不同演變 威脅越來越複雜的電子戰環境 緊接著我們要看到的是國際消息 根據自由時報還有中央社的報導 可以看到其實是在波音的星際飛機 在將兩名太空人送上了國際太空站之後 由於安全性不足 無法將他們接回地球 看到這則消息 其實是因為NASA決定了 是SpaceX的太空船飛龍 要負責返回任務 波音新的執行長 他也絕落將會持續努力 解決星際飛機的相關問題 而NASA的署長則表示 兩名太空人將在太空站 達到明年2月 再搭乘飛龍返回地球 來看到國內中秋的熱話題 根據UDN還有相關的新聞報導 其實是在彰化的蛋黃酥老店 博二芳 因為中秋的訂單爆滿了 暫停門市的販售 導致近期排隊亂象又再度出現 就來看到這個亂象 其實是已經影響了交通 還有附近居民 就連彰化市長也對此表示 非常的不滿 認為業者應該要積極檢討 銷售的模式 建議利用網路平台 或是發號碼牌的方式 來疏導人流 舊領員警也接獲舉報 來到現場維持秩序 他們也提醒排隊民眾 要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要來看到 根據ET Today的報導 新北市的金山警方 破獲了一起詐騙案 被害人理性清潔工 因為誤信投資虛擬貨幣 可以高額獲利 被騙了210萬元 而警方也破獲了許姓車手 發現受害者不只證明 女性女子一人 詐騙金額總共已經超過了 2千萬元 警方也呼籲民眾 應該要提高警覺 他們看到說 有高獲利低風險的語言 就可能陷入投資的陷阱 當然民眾如果有任何疑慮 就應該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 進行諮詢 以上是產間快訓內容 提供給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